登登登 天啊你們跟我一起見證這個第一眼 看到獎牌時刻耶 我現在非常緊張 我現在心跳真的跳很快耶 哇賽 拿出來囉 林軒勝利 十萬訂閱者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今天我要來回答大家 2019年的年底 終於達成了這個里程碑 我原本以為我沒有辦法在2019年 就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多虧了北韓的影片 然後我終於在離開小琉球前的最後一個晚上 達到了10萬訂閱 那時候半夜我開始在一直猛重新整理 9.99萬 正確數字 我後台顯示是 99988 差12個人 我就可以睡覺了 15個人 他在幫我記錄 12個人 剩三個人了 真的耶 真的耶 太感動了 4萬 那今天我就收集了15個問題來回答大家 那其實還蠻多問題 我在5萬訂閱的時候有拍一支Fifty Facts About Me的影片 那支影片其實就有很詳細回答我很多大部分人都有個問題 那今天我就是精神的選出15個回答大家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是什麼學校科系畢業的 我是真理大學觀光系學系畢業的 當初人會進真理純粹是因為學測整田六個志願嘛 然後真理是我最後一個志願 然後我就不小心上了只有這件證據 然後我又不想考紙考 所以我就進去了 觀光系學的東西其實就很廣泛 就是跟觀光概論啊 餐飲、飯店、英文、日文都會學 但我自認為觀光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所以大學時期還花蠻多時間在課外的事務上的 下一題 我現在是全職Youtuber 我從大四的時候開始做Youtube 然後一直到現在大概三年的時間 畢業之後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都是有兼職幾份打工一起做 然後一直知道Youtube開始可以慢慢養活我之後 我才把那些打工一一的辭掉 現在就是全職的自由工作者 我不會想講全職Youtuber啦 我會講自己是全職的自由工作者 自由業這樣子 當Youtuber的契機是什麼呢? 我之前完全沒有想說我要當Youtuber 我就是只是純粹很喜歡拍影片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第一次出國 然後去美國打工等等 然後我都會開始用影片或者是寫文這樣的方式 記錄生活 後來是因為剛好在那段時間 台灣的Youtuber的風氣很盛行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自己也來 拍影片上傳到Youtube好了 然後我就順其自然走到了現在這樣子 沒錯 剪片真的是會花掉很多你大量的時間跟精力 我目前啦還是自己一個人拍片剪片 但是我希望今年呢就是可以開始找到一些團隊來分擔一些工作上的壓力 旅行拍攝的器材還有必帶小物 我目前的相機就是用Canone M50 它是我主要的相機 然後再來呢我去登山或潛水的時候 我都是用GoPro7拍攝的 只是因為我的GoPro7呢在去年 養度日月潭的時候壞掉了 然後我最近在考慮說要不要買GoPro8 因為很多人都說它蠻好用的 畢帶小物的話 因為前陣子不是在大掃除嗎 我就發現我好多後背包喔 所以我在想說我之後要開始介紹每個後背包的不同用途 其實我之前都有拍過幾支影片啦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點這邊看一下 然後我之後呢也會開始拍一些 就是我在旅行當中一些蠻實用的 我可能行李打包方式啊 還有一些旅行好用小物的推薦 為什麼都留短髮呢? 有考慮留長髮嗎? 目前沒有 因為我之前念的高中 它是私立高中 然後是有髮鏡的 每個學期都會檢查三次頭髮 然後老師真的是會拿齒來量頭髮長度的那種 我那時候就超不能理解想說 都什麼年代了還在那邊規定頭髮的長度 然後但是後來呢我就發現 我好像還蠻適合短髮的欸 因為我們學校是高一的時候 你只能最短 然後你到高二的時候可以再長一點 高三的時候就可以再更長 通常到高三的時候身邊的同學 他們都會想要越留越長 但後來呢我就自己愛上了短髮 我就越剪越短 這是我高中畢業的照片 後來呢我只要一到過渡期 我就很想把它去剪斷 因為我就覺得我留長髮好像還蠻醜的 所以我就會固定每個一段時間去剪一次 如何開始自己一個人旅行? 為什麼都自己一個人旅行呢? 我記得我去年去沖繩的時候 有在影片裡面講到說 我第一次旅行去的地方是蘭嶼 但後來我想了一下 我想說不對 我第一次一個人旅行 是在更早之前是去宜蘭 因為宜蘭這個地方在大學時期 我大概去了七八次 然後每次去的原因啊 就可能是跟以前同學一起出去玩 然後學校參訪等等 每一次都是兩天一夜 然後每一次都是去一模一樣的地方 我卻又快要瘋掉 我就想說宜蘭怎麼那麼無聊 我那陣子就真的覺得宜蘭超無聊 我就覺得我這輩子不想再去宜蘭那種感覺 但是後來呢 有一次我就覺得 我很想要自己一個人去哪個地方走一走 然後剛好宜蘭呢 又離台北很近 我就想說 那既然是一個人旅行 我就去久一點 我就去五天 就自己騎車 然後自己去 以前沒有去過的地方看看 然後那一次呢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台灣的北包客棧 然後我那一次我就整個顛覆了過去 我對宜蘭的印象 我就覺得一群人出去 跟自己出去 就是去同一個地方所看到的 所感受到的很不一樣 我後來就愛上一個人旅行 後來呢就是也是開始去打工換宿啊 然後去蘭嶼 去沖繩什麼的 然後其實我沒有一直都自己旅行啊 我其實也蠻常跟朋友出去的 像在去年我去越南 然後去九州 聖誕節去快產沖繩 都是跟朋友去的 然後其實很多你們看到的影片都是 有時候是去工作啦 不是我自己去旅遊 就是去為了工作而拍的 偶爾會自己去 然後偶爾也會跟朋友去 只是我真的覺得 有些地方 你跟朋友去 跟你自己去的感受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機會呢 大家也一定要去試試看 會想要繼續考進階潛水嗎 嗯 應該會 因為我一在小流球考完 初級潛水之後 就回來台北了嘛 然後現在又是冬天 就沒有什麼機會潛水 所以我覺得我的潛水頻率 好像還沒有到那麼頻繁 接下來可能會嘗試去東南亞 或者是其他 離島潛水看看 那如果我的潛水次數真的 越來越多 越來越頻繁 然後我會自己評估啦 就是可能某一個 時期某一天 我就會去考進階潛水了 請推薦外國遊客必去的台灣離島 我覺得都可以去耶 我覺得每個離島都有它很大不同的特色 好啦 但是其實我個人目前最喜歡的離島 排名第一名是蘭嶼 我覺得蘭嶼整個氛圍都很棒很舒服 我自己都會想要一去再去 只是蘭嶼的交通相對 好像是最不方便的 一把搭船就要搭兩個小時 然後一直吐 我下次去應該會帶大家看飛機啦 但是蘭嶼真的很漂亮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 旅行規劃的技巧 通常呢我的機票都會在Skyscanner 比價 然後比價完之後呢 會去航空公司的官網訂 住宿的話呢 我就是在Booking或是Agoda 訂房網站篩選我要的條件 然後去選擇 行程的話呢 其實我很不擅長規劃行程耶 因為我的旅行方式是比較偏向於隨性的 就是我不太喜歡把行程規劃好規劃慢 所以如果有人要我幫他規劃行程的話 其實我規劃不出來 就可能會先上網查個資料 對 然後就去看大家介紹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網路上的資訊 大家的行程其實去的都差不多 我覺得有時候越查資料 會越限制你的旅行 就會覺得這個地方一定要去 然後沒有去到就會覺得很可惜 但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你到當地 你可能跟民宿老闆聊天 跟當地的旅人聊天 跟當地人聊天 你就會發現其實還有很多 你可能在網路上找不到的資訊 然後我個人就是還蠻推薦 因為Spice他們的行程也都是蠻小眾的 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有時候出國前 會去用他們的APP看 然後像KADAY跟KLU 然後你可以去他們的APP上面找說 他們有什麼樣的行程 或是票券怎麼賣 但我覺得他們是主要是方便為主 就是你可能對於第一次去那個地方 還不熟悉的時候可以用他們的APP 再來這個最多人問的 下一站要去哪裡呢? 什麼時候來XXX旅行呢? 這個XXX是一個天空題 因為這個太多人問了 從我一開始拍Youtube到現在 一直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呢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會去那個地方 其實還蠻多時候我去一個地方是 我覺得下個月好像可以去個哪裡欸 然後我就決定去那個地方了 當然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想去啦 像我今年希望可以去玩台灣的離島 我原本想說我穿小琉球就剩馬祖 但後來想說不對 我們還有基隆嶼跟龜山島還沒去 所以我現在剩馬祖、基隆嶼、龜山島 是不是還有其他島啊? 國外的話呢我會想要去多一點東南亞的國家 那我目前呢在2020年的上半年已經確定 有要去幾個東南亞國家了 就大家可以敬請期待之後的影片 會辦見面會嗎? 我覺得不會吧 因為其實我自己並沒有想要 把我當成那種很明星的感覺在經營 如果是去演講或是旅行分享的話 我覺得都還蠻開心的 但是如果是見面會的話 我覺得我會很尷尬 我覺得我自認是一個蠻慢熟的人 對於一個陌生的環境 我比較不是屬於那種會主動去講話 或是帶開氣氛的那種人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第一次要面對 第一次見面的人 可能會有點尷尬 但是呢我自己為了慶祝10萬訂閱 我有開了一個撩鍋團 就大家可以點這邊去看 然後那個旅行團呢 我主要就是一個給觀眾的回饋活動 然後我希望呢不要完全 百分之百是為了我而去這個旅行 就真的希望你是對於背包旅行 深度旅行 開始想要嘗試畫出內部的人 可以去報名 我覺得這樣你也會玩得比較開心 當Youtuber的第一潮期 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在去年 遇到蠻多次的挫折 因為其實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我從三年前 就一直一直每個禮拜 剪片發片剪片發片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會覺得自己很被消耗 然後會對於這件事情 越來越沒有動力跟熱情 而且其實因為在Youtube上面 基本上大家都會一個禮拜 發一到兩支甚至三支以上的影片 所以當你有一個禮拜沒有發片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那個壓力 你就會覺得 24小時都是在工作狀態的感覺 我覺得去年好像有點是 我想要衝刺事業的時期嗎 不知道 就是這件事我好像沒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我一度常常把自己逼到一個 絕境就很崩潰的地步 導致我的生活品質啊 我的作息跟我的健康整個都搞得很差 然後有一度呢 真的想要放棄做Youtube 去找一份工作這樣 但是在那個時候呢 剛好Youtube的一些工作就開始找進來 然後我也遇到我現在的經紀人 他可以幫我處理一些工作上面 信件上面的回覆 然後在下半年的時候就開始 越來的越穩定跟順利 然後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因為以前我都會覺得說 把興趣當成工作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後來我就會有一度覺得 把興趣當成工作之後 我在休閒時期我該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後來找到的方式就是 就是我開始去登山或者是開始去學潛水 去開發更多不同的興趣 就去年遇到了很多很波折的事情 但也遇到很多很滿開心的事情啦 有考慮拍更多不同的題材嗎? 有喔! 我希望呢除了旅行以外 可以拍一些就是我生活的分享 但因為其實我是一個還蠻喜歡拍廢片的人 但我又覺得有時候不太能在主頻道出現 所以我後來呢就開了一個新頻道 叫做林軒的廢片日常 大家可以去訂閱一下 就裡面呢都會時不時分享一些 可能跟旅行無關的主題 或是我沒有在旅行的時候都在幹嘛之類的 大家就可以去關注一下 然後再來呢我在今年會想要增加更多不同的系列 可能是新手登山、新手潛水 在戶外的主題 或是我想要開始拍一些小資旅遊 或萬元獨旅的一些特別企劃 就是請大家期待一下 下一個階段跟未來的目標 我今年的目標呢 是我想要學好英文 然後開始運動 然後開始調整自己的作息 就我覺得去年我真的是經歷太多 我可能快要死掉那種感覺 我在講健康方面 就是我去年真的生很多病 我那時候就覺得 健康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我沒有健康了我哪來工作呢 所以我希望今年就是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然後今年就是第一步做到嘛 給自己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房間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開始學英文 開始去運動 把健康本來第一 就是不要一直埋頭褲跟一直工作工作這樣子 然後呢還有一個我一直一直都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出書 然後這本書呢就是大家會寫說 我從以前到現在在旅行過程一路上所遇到的一些小故事 跟一些心得分享 我希望今年是可以出 但是我覺得可能有點挑戰性 就是還不確定 這段時間我也會開始在我的公開社群平台 分享一些文字上面的一些文章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養貓 超級想要養貓的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好像還不太適合養貓 養貓可能要有足夠的一筆存款跟經濟能力 然後再來就是我現階段很常會不在台北 然後我就覺得現階段很不適合 但是我覺得我未來一定會做的一件事情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的10萬訂閱Q&A 我經營YouTube頻道已經三年的時間了 然後在真的快要滿第三年的時候達到10萬訂閱 我覺得還滿滿的 但是我覺得一路上真的是 學習到很多事也經歷到很多事情 那時候剛滿10萬訂閱的時候 我就發了一篇文章就是問大家 是什麼時候開始認識我的 其實大部分的人認識我大概就是從 沖繩或是北韓的時期才認識我的 但我看到很多就是從我一千訂閱 甚至是根本才幾百訂閱台東 打工換宿那時期 那時候跟我相遇的某一個人 或是從美國打工開始認識我的一些學生們 然後一直從那時候開始看我影片到現在 然後我就覺得哇好不可思議喔 因為其實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 可以發揮多大影響力的人 我從一開始就只是在分享一些我對旅行的熱愛 跟我在旅行路上遇到一些故事跟我個人的經驗 我常常都會收到很多私訊 就會跟我說林軒謝謝你因為看你的影片了 我有勇氣去美國打工了 或是我有勇氣去哪裡哪裡一個人旅行 或有勇氣跨出內部 看到這些留言我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其實也有很多人就是會祝福我說 希望我接下來往30萬訂閱 50萬訂閱或百萬訂閱買進 但其實我要說的是呢 接下來我的目標就不是我要幾十萬訂閱 或是我要百萬訂閱了 而是我想要好好在我現階段的領域上面 專心的做到最好 往更多不只是YouTube上面 可能更多不同的平台去發展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10萬訂閱Q&A 那謝謝你看完這支影片 那如果想要關注我更多的日常生活的話呢 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是林軒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好可愛 好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